日本福岛核电厂的寒川废水 在昨天正式排放 渔月署强调 已经有建立海域基础资料 如果有异常 就能够马上比对 而目前评估 对于台湾近海的影响比较小 将来会针对远洋捕捞的秋刀鱼 来提升检测 而从九月开始 也会主动前往北太平洋来采样 做好科学相关检测 而苏澳区渔会则是表示 渔民还是很担心 希望政府能够直接到福岛的排放口附近 来进行检测 掌握污染现况 中秋将至渔月署推广烤肉 多选用国产水产品 并邀请各地区渔会总干事同台促销 不过大赞国产水产品高品质 还能维持确保吗 日本从二十四号开始排放福岛地核电厂 穿废水入海 苏澳区渔会表示渔民不只内心惶恐 更怕磁力一开海洋成了垃圾场 其他地方的渔民还在观察后续冲击 台湾到台湾的时间还有一段时间 所以他们现在还是在观望 未来会怎样 当然我们还是会跟渔月署来密切的来关注 这个捕获的鱼种 渔月署强调已建立海域基础资料 将来若有异常就可以比对 目前评估对沿浸海影响少 接下来会针对远洋捕捞的秋刀鱼提升检测 9月起也会主动前往北太平洋采样 苏澳区渔会建议政府应该直接到福岛排放口附近海域监测 取得一手资料作为预防基准 渔月署表示该处属于日本经济水域不能随意进入 但相信日本政府会提供资料 并重申当初日本政府宣布排放时 渔月署表达过不同意的立场 记者林静梅吴家宝台北报道